送錢的都已經被收押了 結果已經被法院認定有收錢事實的鄭文燦 竟然是透過交往的方式來處理 那很多人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事實上都沒有辦法接受 很明顯的他已經在有的市任 台記會董事長這麼重要的職務 鄭文燦在民進黨裡面位高權重 不僅當過桃園市的市長 更是我們行政院的副院長 發生了這麼嚴重的貪腐弊案 昨天其實法院的裁定出來 社會一片黃藍 送錢的都已經被收押了 結果已經被法院認定有收錢事實的鄭文燦 竟然是透過交往的方式來處理 那很多人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事實上都沒有辦法接受 那更嚴重的事情是 鄭文燦涉入了這麼嚴重的貪腐弊案 那不僅被法院重保 同時也限制出海處境 很明顯的他已經再也不適任 台記會董事長這麼重要的職務了 那因此我希望我們的總統賴金燈 能夠展現很清楚的態度 那要求鄭文燦立刻下台附近 因為鄭文燦這件事情 所以原本他在中華民調裡面 是說民進黨內部的 2026新北市長的選舉 看來他是呼聲最高的 那因為您這邊呼聲也很高 所以怎麼看說 接下來因為他的政治路肯定 要兩個日子 那怎麼看2026年新北市長這一局 會怎麼來佈局 我覺得鄭文燦的事件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政府反貪腐 到底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還是只針對特定對象 那以及有關於公平正義價值的事件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問題的層次 已經早早超越了一般選舉競爭的層次 這個牽涉到整個聯門政府 這麼基本核心的價值 我覺得應該要用最嚴肅的態度 來面對我們政府 在反貪腐的態度上 跟反貪腐的作為上 事實是符合人民的期待 沒有必要跟選舉 直接掛握在一起討論